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海洋老师YouTube官方频道 请按右下角订阅 再按小铃铛 并选择接受全部通知 就可以收到海洋老师每天第一手发布的影片通知 也不用忘记加入FB 林海洋开域粉丝团 哈喽 大家好 哇 怎么样 美国大选今天战况激烈 看起来呢 入死谁手还不知道 早上九点半开票到现在 其实美国这次大选影响了全球很多人的一些运势 那美国大选他是用选举人票 他总数是要538 那所以每一个总统他选上的话超过270选举人票 那当然他们有一些是用游递的投票 到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开得完全 所以这个战况到底会如何呢 我们来谈一谈 最后呢 美国大选当选的后果是如何 好 我想呢 如果选了川普当选了 那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是拜登当选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的全球呢 是不是要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两个呢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对于全球的金融经济以及呢 战争或者其他的一切呢 他们还是有很强很强的主导权 好 我们来看一下喔 如果呢 今天我们先讲川普连任 川普呢 如果他在今天连任的 在这一次大选连任啦 开出来的票呢 是胜过拜登的话 那我想呢 他还是会执意用他的方式来对美国以及对中国 对全球的一些其他的国家呢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先讲喔 美国是否对中国设了防火墙 这个防火墙设在哪里呢 我们都知道他有中美贸易大战 那这个中美贸易大战呢 就会影响到什么呢 那中国的生死存亡呢 还是美国的生死存亡 还是所有人类的生死存亡 这是非常非常紧要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从前两年的美中贸易大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川普一再跟中国呢 这样子拉锯战 撕裂 不断的在撕裂当中 这个撕裂的情况 会不会因为他当选呢 就会稍微缓和呢 我们要看形象的变化 这一个月的十一月的现象变化呢 由这个太阳呢 由天蝎水逆 已经不再逆行了 已经开始进入了 这个另外一个星座了 所以呢 他离开了这个天蝎以后呢 这种暗黑行动就会减缓很多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天蝎座是一个很强烈爱恨分明的这个星座 所以呢 水星呢 不再逆行以后 他开始顺行了以后呢 太阳他开始进入的另外一个星座以后呢 会影响什么吗 当然也会喔 十一月份还是战况激烈 就算他当选了 要告诉各位的就是 牧民如果合相的话呢 就更惨 因为呢 如果在十一月的牧民合相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还有太阳明王星的合相呢 对角冲的话 也会形成一股很强大的拉锯战 所以呢 他即便是当选以后呢 我相信呢 虽然他还没有在元月份 明年的元月份 他就要开始接任第二届的总统 所以呢 十一十二月是其实对全球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 货帽战会继续 然后呢 那种 因为他当选以后就笃定了嘛 他就是下一任的总统了嘛 就是连任嘛 所以呢 他会笃定的 就是继续跟中国开打 开战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在我们 哇 在我们台湾的上空的军演呢 会不会因为呢 他当选以后呢 就会比较少的军演 我相信是会的 尤其在十二月的时候 他开始趋于平和的状态了 因为呢星象的整个水逆变化呢 一直到十一月十四号而已喔 他逆行 啊顺行的话到十四号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星象的变化呢 可以知道说 虽然有牧民和像 有太阳明王星的和像 但是 他会渐渐趋缓 因为他接着下来 他一月份要接任总统的大位了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在这两个月当中的后果呢 是不是中国呢 还会继续在我们的领空 出现更多的军机来上演一些保卫战 他认为他是保卫战喔 中国是认为是 台湾是他的领土喔 他认为是他的保卫战喔 那这个呢 美国呢 他认为说 我就是在台湾要设一道防火墙 那这道防火墙呢 当然是针对中国大陆 那这个就是未来两个月之间 会发生可能的事件 那我知道呢 其实呢 我们都看到呢 其实川普的命盘呢 他是喜欢嘴巴一直讲一直讲 但是他真的好战吗 并不是 他不是一个好战的人 什么叫好战啊 对他有抵触他才会好战 对他没抵触他会平和的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呢 对于中东的战争 他应该会以老大哥的身份自居 来缓解这个双亚的战争 那如果双亚战争呢 他愿意喔 在这个时候12月11月中旬以后呢 他愿意去出来斡旋的话呢 当初呢 双亚的战争当然也是为了石油啊 我们都很清楚啊 然后呢 结果呢 又向伊朗开战 一直都零零星星的在开战 那如果是中亚的战争 是不是会因为他而改变呢 我相信一定会的 所以呢 我们再拭目以待了 好接着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选举人票现在的情况 拜登131到现在我在节目播出的 录节目的同时 就是11点15分喔 川普是98 看起来是差很多耶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还有很多的区域还没有开出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刚才讲 那些用邮递的这个选举人票的投票 现在还没有开 但是如果以现在这种情况看起来的话呢 会不会有真的变天的情况呢 哎呀 这个每一次的选举都是瞬息万变 那这个瞬息万变当中呢 我们看拜登现在居然领先了33票了 真可怕耶 他如果是这些票都开出来 都属于他的话 那还得了 那就是大获全胜了 但是我认为呢 可能变数还是很多的 因为那些选举人票的变数是很多的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那个用邮递的选举人票变数是很大的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拜登 这个拜登如果当选的话呢 全球的后果会是如何呢 当然他在选举的时候呢 他也要打中国 因为呢 他不打中国 他看起来很弱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要强起来的时候呢 一个77岁的老人还要再去打中国 尤其是那个货帽战会不会持续呢 我觉得会有变化 不会像川普那样 肯定会有大变化 这个后果呢 应该会渐渐趋缓 而且呢 不会像川普那样子 就是你一个条件 我一个条件 你一个条件 你就要听我老大哥的 他会认为这样子吗 他认为习大大要听他的 所以呢 如果是拜登的话呢 他可能用一些另外另类的方式来缓解 他会讲说 经济比较重要 全民的生计比较重要 全球人类现在的贡业呢 已经都是呢 很惨了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大选 会增加很多瘟疫的传染 就是人类瘟疫的传染 所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美国又要开始呢 做更大的防疫呢 我相信是会的 所以呢 大家都会焦头烂额 你看喔 每一次的选举的场子 都是大到你没有办法想象了 今年是一个什么 厮杀年 决战年 所以呢 在这个没有设一个这个疫情的防火墙的同时呢 会发生什么战情况 拜登如果当选了 他就会焦头烂额 他光是搞这些 真的是就把他累翻了 七十七岁的老人他一定会累翻 而且他瘦弱喔 我们可以看到 瘦的人当然比较长瘦 希望他拿出呢 他的那个能量出来 一个七十八岁 不是七七七七 七十八岁对七十四岁 两个人差四岁喔 所以呢 但是呢 你看到那个川普的那个动作啊 都是哇 就是你看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才跳起舞来的 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 非常有power的人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真的要小心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如果是拜登当选 会有什么情况呢 战况激烈以外呢 他刚才讲到为了防疫喔 这两个人呢 会有不同的方式 那如果在这个当下 因为选举的造势 而形成更多的人染疫喔 现在美国是下死人的染疫人数耶 死亡多少人啊 恐怖啊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他是很大很大的受害国啊 这个人类的瘟疫啊 好 所以呢 拜登呢 会因为呢 防疫的事情呢 会有一些盖宣意测 然后呢 他会为了要求取呢 大家的工作 而且让大家更有工作的话呢 当然他会先安抚民心 那既然要安抚民心 有很多事情就会跟川普有抵触了 好 要安抚民心的同时 他要怎么安抚呢 比如说工作 工作呢 当然现在全球通嘛 他没有办法说 我一定要抵制中国 我一定要抵制中国 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 他为了要获得民意的支持 继续的支持 所以他必须以经济为导向 那既然以经济为导向的话呢 他就会以呢 可能某些条件上面呢 会跟中国协调 会跟中国协调 当然不是有他本人出来协调 可能有一些什么国贸局的 什么局的 那些局长们来出来做协调 有可能 那我们看呢 如果是中亚战争 中亚战争呢 还打到伊朗 那他会不会出来协调 我相信他也会出来协调 所以他会希望不要用 他希望用比较和平的方式 因为呢 他经历过人生很大的痛苦 就是什么 失去女儿 失去老婆 他知道失去亲人那种痛苦 还有呢 他其中的一个儿子 现在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呢 他必须要呢 让战争停歇下来 这个是两个人可能都会做的事情 好 这个后果呢 其实对全球人类是好的 是好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一个打中国 一个慢慢不打中国 应该这样讲 拜登就慢慢不打 这个后果就是不一样了 好 那我想呢 今天呢 大家都还在大选当中 还在开票当中 那只是呢 提供一些这个状况给大家了解一下 因为呢 美国的货贸战 以及呢 美中的军演 对台湾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们呢 如果这一次是川普当选 那当然我们的友好关系还是会维持 但是呢 有没有办法结盟呢 我觉得困难 我们还不是他的结盟国 就是跟他的友好关系还不错 他觉得我们台湾太小了一点点了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就是拜登 拜登呢 他会不会对我们有结盟的态势呢 我认为不太可能 也不太可能 因为呢 毕竟他现在才当选 他不敢有一些异于这种前朝的那种做法 你想想看 欧巴马对台湾也是不错 但是也没有跟我们结盟 对不对 好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台湾的后果要致富了 任何的后果我们自己要致富 所以我们的领导人呢 真的要有睿智了 好 那也希望大家呢 在柴余饭后之余呢 大家关注海洋老师的直播 那谢谢大家 因为我今天下午要赶次演讲 所以没有办法讲太久了 我们再另外开节目 好 不要忘记上去按我的YouTube的订阅 小铃当下 接收全部通知 你就可以收到我的讯息 好 这是我的FB的粉丝团 也请加到我的粉丝团 按赞最终中抢线看 三个步骤 这是我的微信 ASKJENY8888 亲朋好友海外同学们 可以加在我的微信里面 会慢提天回 因为最近比较忙一点 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 好 希望全球和平 不要有共业那么多 我们都能够经济再起飞一次 拜拜